來簡單拍一下我的車子的狀況 因為下次晚上,所以乾脆就先拍有關於燈光方面的讓各位看一下 我自己是想賣這部車,不過 賣的價格,我相信行情價都蠻低的,實在是 很難去做決定啊,不過先 這樣子好了,就先,反正先車況拍給各位看看 好,那,首先呢,前面這邊呢,你可以看到里程是86693 現在是2019年的 7月 9號 7月9號,現在里程還會再增加,因為我還會再 開這台車 那他 右邊就是 他的那個,我現在也是手插車,所以亮紅色的燈 好,那這邊有四個 四個四圈的儀錶,那右邊還有一個 這個 油溫油壓錶,那 我轉速一拉伸喔,那個 油壓會上去喔,你可以看一下 都還是很正常運作的 右邊那個,他油壓會上去 左邊這個也會 右邊他是油溫啦 左邊這個油壓會上去 好,那像這邊轉速 轉速他也是很正常 現在是在原地喔,給各位看原地 好,一踩大概就1000轉就上去了 好,然後現在 前面是HID HID現在他也是 狀況很正常 那唯一的缺點是這個我的燈照,因為 所以,太陽日曬喔,他已經霧化了 好,那現在我就開門給各位看一下 啊,HID 好,不要直射,直射可能也看不到什麼東西 好,那可以看到這邊有點霧化的狀況 這樣子 好,那這一顆就HID 他這方向燈 然後這是他眼光燈 好,可以看到都是 霧化,比較霧化,現在有點下雨啦 好,這缺點要跟各位講 那他有這個原廠的 這個噴水器 那另外一邊 HID也是正常的 然後他有霧化,然後這是他腳燈,腳燈是正常 然後遠燈 遠燈這一顆好正常的 然後下面有霧燈 我把霧燈打開好了,霧燈 霧燈也是正常的 好,霧燈是原廠配的,黑蠟燈的 好,霧燈是正常的 這霧燈是原廠配的,黑蠟燈的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那個車子的尾燈 好,尾燈是正常 好,尾燈 然後 呃,牌照燈 好,牌照 好,看到就看到了 然後再來是他的那個 後霧燈 然後看一下車內 車內細節在白天我會在拍的 現在只讓各位看 照明 好,那首先現在外面是下雨 所以 你可以看地面是濕的 好,所以 下雨天就跟買房子一樣 可以看一下他 車子有沒有漏水啊 那我就直接給各位看 好,這個都沒有什麼漏水的狀況 啊,腳踏板比較髒啦 啊,手排的 手排只有三個踏板 好,那就是地板燈 然後在上面的這個 好,他的燈都有,都OK啊 燈,燈距有沒有問題 好,沒問題 上面這個 好,這個化妝燈也都沒問題 後面就是一個 一個這個 車頂的燈,這樣子 好,那這邊有沒有漏水 這邊 以前那個Focus有時候因為空調的關係 好,那從外面進來 那個今天都是乾的 那 那 啊,缺點我還是會跟各位講 只是現在 比較暗的地方是我們先看那個 有關燈光方面 好,那我先把它 關掉,因為現在 我要去開後車廂給各位看 那目前這個 後車廂要用遙控器啦 他的按鈕有點 那個衣包板的按鈕有點 秀得多 好,這老師跟各位講 好,那這邊有個 燈,啊這旁邊就是中低喇叭 白天拍比較看得到 看得到,這下面 好,那 好,這下面 我這邊 比較亂了,但是可以讓信起來給各位看 沒有淹水 沒有什麼淹水災情 好,這邊也是啊,這邊有灶燈 好,這邊也是啊,這邊有灶燈 這比較明顯 也都沒有濕齁,那 好,備胎會不會濕很多水 給各位看一下 你看下面都乾的 這車是有備胎的 那整個空間他就是 兩門的車 所以他的那個後門開啟的角度很大 好,這麼高 可以放很多東西 那 好,因為之前我是那個 在 在拆車燈啊,因為我把那個燈 換LED 所以他必須要從裡面 我就把這個 上面的杖板給他拆起來 好,所以目前這個尾燈 剛剛看到那個亮燈 都是新的 好,都是新的燈泡 而且不是長牌,是菲利普喔 我不是用菲利普,就是用歐斯蘭 好,因為 電的東西啊,我覺得 這個 那個很重要啊,所以 不會亂用什麼雜牌的 好,那剛好再看一下上面這個 這台是有天窗的 哇,不曉得看得到 沒關係,我從裡面打開給各位看 那天窗目前也是沒漏水 我先 從裡面找給各位看 也是很OK啊 天窗我幾乎沒在開的 從這邊打開 對焦,對不太倒 都沒有什麼漏水,我打開給各位看 運作上也很正常 給power 好暗喔,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得到 我現在就打開,好,關起來 各位可能用聽聲音的,我再開一次,關一次看看,給各位聽一下 正常 好,拿給上鮮 已經 很照不清楚啊,但你聽這個聲音有沒有很順 很順喔,所以他這個 我這天窗沒問題 不用怕說什麼天窗老車 會漏水什麼的 好,就開給各位看 好,這開給各位看 好,沒關係,白天喔 白天我拍的話,我會讓各位再看一下喔 好,那手套燈 也是正常喔,手套燈 也有啊 好,那 其他細部的細節 啊 白天好了啦,白天再給各位看 晚上 其他大概就是 像是 小按鈕啊 貼窗的按鈕啊 好,車燈的按鈕 他 它是綠色系的 好,這等等的 再開這個給各位看 然後音響的話,我是有改過 他原廠音響也很爛啦 所以 後來跳針後,我就換成那個先鋒牌的 好,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 牌子在那邊 還有尼爾在那邊的字樣 好,這邊有牌尼爾的 好,單洗滴的 好,然後 這個 他的空調,沒有恆溫 沒有恆溫 然後吹的方向 好,那風速 各位聽聽看 我的冷氣要跟各位講,就是沒有很冷啦 好,不過晚上是一定夠用 白天有時候太陽很大 好,那風速都還OK 好,然後這個冷度 都是條子最冷 好,然後有前面的防護線 這個空調 然後有前面的防護線跟後面的防護線 顯他這個玻璃都是有防護的 這個可能拍不太到 都防護絲在裡面 然後這是那個車內循環 好,然後再來這邊有那個 夾熱座椅 兩邊都可以夾熱 好,TCS TCS就起步打滑的 他可以關掉 那關掉的時機就是在那個 欸,他這個沒有燈 欸,真的沒有燈 他沒有LED 好,大家可以從那個儀表板看到 好,右邊TCS關掉 擋開 好,你換備胎的時候要把TCS關掉 因為你那個輪子 備胎他故意做比較小 所以要把它關掉 然後手排的 6速 6速 1,2,3,4,5,6 好,打起來我在原地打給各位看 都還蠻OK的 好,先把離合器拆掉 好,這好暗喔,我開一下 好,踩著 然後 1檔 2 3 4 5 6 退檔 退檔要需要那個 退檔 他櫃子比較大,現在有點 欸,這樣進去了 剛剛有點卡到一半 2 3 4 5 6 好,會空檔 好,那你要做 跟植 4 我刹車先拿好 現在空檔 我做跟植給各位看 他跟植也很好做 跟植其實跟一般的原廠車一樣 你只要那個腳踏過去就可以的 好,比如說我現在這樣子 褲子好大人 各位可能看不到 D 好,這樣子 就跟上去的 好,那你要跟多少 我看一下可不可以跟 應該可以,就少要跟1000吧 你要往上1000 比較順 好,這差不多1000 對啊 好,現在在開車 在停止狀態,我沒辦法做給各位看 但是給各位看那個腳步 你要做跟植其實OK 好,把那個 煞車給各位看 好,這樣子 這樣就踩到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難度 那設計上 有的雨漲車是故意有難度啊 其實這還好 然後 要跟各位講一下 他,我這個故障燈 常會亮 好,當然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都查過 我就是我這個長短 進氣氣管啊 現在故障燈我亮 剛剛沒亮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 給他採一下 長短進氣氣管,他那個缺零件 然後他拉鎖就變成 也遲鈍 所以 所以他現在 現在有時候會亮這個故障燈 但以後這個狀況 沒有別的什麼引擎故障的情況 因為這個 我有一個偵測的電腦 可以查到那個號碼 所以 長短進氣氣管有什麼差別 就是他會影響到 比如說他一直在短氣管的 一個狀態下 那你在慢速的時候就比較沒力 反而在高速的時候比較有力 那如果相反 他在 長期管 的那個 進氣路徑比較長的時候 他那個在市區 慢速會比較有力 然後到那個 高速會比較沒力 但是說什麼有力沒力 其實 如果沒有特別的去感覺 其實 呃 就跟一般你開那個2.0的房車一樣 因為一般的車也沒有做這個 我覺得這樣 你有沒有很在意 啊沒有 有很在意就算了 啊沒有很在意 其實還是實際上開開看 這樣子 很很棒 很棒一部車 真的是 我 現在我自己也猶豫啦 因為 他是老車也沒錯 老問題也沒錯 我那些油都修好的 然後連那個 電池也是新的 然後 現在連煞車油也是新的 好 然後 你看一下這個內裝 我把燈都打開 把燈都打開 你看一下內裝其實都很新 那有些使用的痕跡 我說使用的痕跡就比如腳交 然後有時候 啊比如說 我看一下 有時候像是 我們那些車門開關關啊 好像 可能就有時候 白天沒關係白天我在拍 腳交可能有點那種皮喔 就 很薄啊 這種假皮喔 它有點磨損到 有些腳交可能有 啊但是給各位看 像開放鬆盤好的 這邊是因為弄這個 放鬆盤這種保護蓋啊 房間蓋 所以它有點磨到 喔 好磨到 那你看這邊都還ok啊 這真皮的喔 這個姿勢真的真皮的 我戳給各位看 好然後Riccaro Riccaro座椅 不是我自己嘴巴講的Riccaro 剛剛看到 有字樣看一下是不是假的 Riccaro座椅 好這架子座部分 然後副架子座更行 那當然又使用痕跡 我說使用痕跡就是像我們 車門在開關關 那當然有時候這個 這個要拉嘛 拉 那下面就有些 有時候要磨到 好那包括進出車門 其實都也還好嘛對不對 可能進出車門這種比較做的地方有比較做皺褶 好就大概先這樣子 那塑膠當然有些慢慢的比較氧化 越來越白一點點 老實跟各位講 好啊先錄到這邊 影片太長了 16分鐘 好 拜拜